上海书记亲自视察站台中国芯片技术或重大突破。 美国此前封杀中芯通讯让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弱点暴露无疑,不过也激发北京加大投入的决心。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视察中芯国际上海代工厂图源——新华社。 据8月10日报道,8月9日,专注于芯片制造的中芯国际财报显示,该公司成功研发出14纳米芬芬技术,并已导入客户。 有媒体强调,这标志中国目前最高端地芯片制造工艺技术正式落地,极具里程碑异议。 不过,目前芯片巨头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电子已进入7纳米技术领域并展开厮杀。 而中芯国际的14纳米技术研发出还得益于梁梦松。 梁梦松死前在三星电子台积电担任工程师。 至于上述客户报道,猜测可能为海思公司,亦或可能是高通公司和博通公司。 据报道,中芯国际研发的14纳米技术,追平台积电位于南京的芯片工厂所采用的16纳米芬芬技术。 2015年,中芯国际曾与高通以及比利时公司合作开发14纳米技术,但合作并未成功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亦在8月9日视察中芯国际华红集团旗下的12寸金原厂上海华丽威等芯片企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